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Toyota Vios D54B 确认在我国生产 动力比其普通版本更强 所以最近想要买Vios的朋友 你们可以先hold一hold 因为这边有个新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我们从我们的消息源 获得独家消息 Toyota Vios在明年 会有新的版本引进本地市场 而且会在Bookie Raja的工程CKD哦 重点是动力会更强 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 这一款车的重点 这一款车是Vios的混合动力版本 其实在之前哦 UMW Toyota就宣布了 以后的新车都会有混合动力的版本 就是为了更省油 而且给你更强的动力 目前的Vios采用的是1.5L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06PS 至于这个新的Vios T54B 就是采用混合动力的引擎啦 最大马力会提升到109PS 应该会比现在的Vios更有力哦 这个版本会在2024年登场 不过因为是混合动力的版本 所以在价格部分上应该会高一点 参考一下CTRSE HEV的价格 预计这个Vios Hybrid的价钱 应该会在11万令吉左右 你觉得怎样? 大家对新版本的Vios有什么看法吗? 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第二则新闻 Smart Hashtag One Brabus现身马来西亚 25万令吉就可以买到哦 最近Smart Malaysia终于正式在马来西亚 再展出Smart One的性能版本 Brabus啦 这个版本是由Brabus亲自操刀改装的 性能和操控都更好哦 如果说普通版本适合我这样子的女生 那么Brabus版本就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啦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有双色的车身 而且这个Mate Color的车身真的很好看 还有就是官方表示刹车性能更强 悬吊的设定更运动 驾驶起来的感觉也更好 除此之外 新车还有双电机设计 最大马力422hp 峰值扭力543Nm 0-100加速 只需要3.9秒和A45 AMG一样快 这款车的预售价在20万到25万令吉左右 目前已经开放预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询问详情哦 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有做过自辆车的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观看 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 Toyota正在开发全新的BZ1X 目标是欧洲最便宜的电动车 最近有消息指出 Toyota正在开发一辆小型的电动SUV 名字叫做BZ1X 这一款车是一款Air Segment的小型SUV 那么为什么Toyota要开发这一款车呢? 因为欧洲的道路比较小 所以需要小型车型比较方便驾驶 根据海外媒体的报导 这一款车因为是小型车的关系 所以只会采用35-45千瓦时的电池 虽然这个电池不大 但是还是具备了大概300公里的续航 如果只是在城市驾驶的话 还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根据消息指出 这一款车在欧洲的售价只会在15000欧元左右 这个价钱比其欧洲版本的比亚迪海豚 还要更便宜哦 只是可惜本地应该买不到 第四则新闻 Hyundai Malaysia重新开始在本地CKD新车 各位韩国粉丝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就是最近Hyundai Malaysia刚刚和Innocom签了合作协议 会重新在本地CKD新车 第一款新车就是小改款的Hyundai三大费 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新车哦 可能你们不知道 以前的Hyundai在马来西亚卖得很好 而且才曾经是马来西亚排名前5名的汽车制造商 只是后来因为原厂的CKD越来越少 大部分都是韩国进口 所以价格竞争力越来越低了 幸好最近他们决定开始CKD 所以希望未来本地可以有多一些新车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如果他们真的重启本地组装的话 你们会考虑Hyundai吗? 欢迎留言交流 最后一则新闻 Mercedes-Benz C3501即将在本地发布 最近我们获得消息 Mercedes-Benz Malaysia会在本地推出一款新的C-Class车型 那就是C3501 这个车型会是一个全新的车型哦 会采用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会跟电池结合 最大马力为310hp 峰值扭力550Nm 而且因为是大电池的关系 这一款车会有1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所以开起来就好像电动车一样哦 新车会在Bergang的工厂生产 听说会取代C300 AMG Line 价格应该会在35万令吉里面 不过目前Mercedes-Benz Malaysia 并没有公布太多的详情 C-Class一直都是本地市场最好卖的豪华车款 所以相信这一次的C3501发布之后 应该也会很好卖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我是Mik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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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